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就是我 我的最大興趣的愛好就是去野外獨獨探險 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旅遊 而我隨著老魚 像西藏的諾托 還有新疆的烏森古道 四方的諾克縣 還有雀兒雪山 以及湖北的神農家原石森林等等 我們祖國的各大知名的獨路線 都曾經留下了我的足跡 戶外獨行的經歷不但開闊了我的視野 也給了我人生很多歧視 其中一點就是讓我一直践行的一個觀念 那就是用積極樂觀的心態 去做最快的打算 前些年我聽一位湖北的學者 吳國王先生講課的時候 他提到的一個詞會叫 《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我們的理念不謀而合 我更喜歡 吳國王先生用的這個詞會 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去看待 這方式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在我的戶外探險的過程中 它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所以讓每個人出去戶外探險的初衷有很多種 有些人是世界那麼大 毫無疑問 積極樂觀的心態 這是我成功的保證 從生理學上來講 積極樂觀的心態 也有助於人封閉更多的波巴 身上限速 這些技術 就像會給我的身體充電一樣 給我帶來源源不斷的力量 所以在每一次探險旅行開局之前 我都會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那麼如何獲得一份積極的心態呢 在我看來 首先 我們要對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充滿好恥心 以及對自己內心即將要獲得什麼樣的新鮮的體驗 充滿好奇心 在我多年的戶外探險經歷裡面 我深深地知道戶外探險最核心的是關於自己的 也許你的出發點是為了看風景 但是最終的歸屬點 我覺得一定要回到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感受 和內心最真實的收穫 戶外探險 也許 是 但是 其次呢 其次 獲得自己的心態的另外一種方式是 你需要找到你的自己的興趣愛好 人們都說 你興趣為導向的事情是永遠各此不彼的 然後需要處理一個目標 以及對完成這個目標強烈的渴望意願度 以上這幾點都能使我過得遠遠不斷的自己的心態 所以自己的心態就像是我人生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他能幫我度過一個我人生的黑暗時刻 那麼什麼是最壞打算的悲慌主義呢 在我準備一次戶外探險之旅之前 我都會告訴自己 這一次戶外探險之旅 他即將遇到什麼樣的最糟糕的情況 並且我會做一個最為悲慌結果的預判 並坦然地接受這個結果 2015年 我曾自身一人去西藏阿里地區的干染波旗狀山 干染波旗是西藏本教、印度教 還有戰川、佛教、三大宗教都任的神山 他被譽為世界的中心 然後干染波旗神山轉一圈需要走五十六公里 相傳轉一次神山可以洗清這一輩子的罪念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才去 為了讓自己更加虔誠 也同時為了比我的這次旅行做好最後的打算 我準備了三天的物資 把三天的物資一時住行東飛的自己身上 大家知道在高海拔地區中光屏幕 那是積極高屏體能的 第二天 在我將近要翻越海拔 將近五千七百米的雪山牙頭時 我幾乎 都費盡了身體裡的每一點力氣 而且體力不是非常嚴重 並幫著凶悶 我知道這可能是高原並肺水腫的出氣症狀 這可能是我事先預判到最糟糕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應該做一個決定 我是就地安盈紮載 還是扔掉身上的負重期許前行 亦或者是原路撤回 當時我坐在雪堆裡面 一邊喘著大氣 一邊適合了這個運氣 也許是我的虔誠 這次我運氣非常好 高原國氣神山見過了我 在我還沒有做出決定之前 我身後來了一批朝聖的藏民 善良的藏民幫我攀起了背包 幫我翻過了這個戀人絕望的雪山牙口 還有一次是2017年 我帶著自己公司的團隊 去江西紅拔山間的原石森林探險 紅拔山被譽為千年禁山 相傳在唐朝農民起義的時候 騎一軍曾跑到這裡 而且在清朝太平清國騎一軍也曾跑到這裡 所以自古光復都是封禁這一座山 正因為這個原因才吸引我和我的團隊過來探險 本次探險由於我對團隊的整體能力 還有對本次陸仙的難度的經驗不足 我們比原先預計好的時間晚了好幾個小時 直到大晚的時候才到達山頂 更糟糕的是我們迷路在了山頂的一片樹林裡面 偏離了原先我預計好的熱心鬼跡 嘗試了幾次也回不到原來的鬼跡上面 大家知道在戶外迷路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 戶外迷路所帶來的恐懼 很容易擊敗一個人的自信心 並讓你做出錯誤的判斷 在那個當時我也出現了很深深的恐懼感 有那麼幾秒鐘我腦子就一片空白 想過去任何事情也做不了決定 天色漸漸按下來 團隊的氣氛也越發的緊張 但是一番同學並沒有擊退我 因為在我 在這十趟前之前我事先給自己預設好的最糟糕的結果 最糟糕的這個心理準備 幫我守住了我心裡的最困難的防線 心底的另外一個聲音在告訴我 要冷靜 要理性 評估做好判斷 防備所有的職業 在我冷靜下來之後 我評估了各方面的因素 最後我做了決定 我們全體隊員原路撤退 連夜原路撤退 直到凌晨2點半 我們才回到了服務的起點 這個路線直到今年的5月1號 我帶著團隊重新又去挑戰 終於挑戰成功 才迷補了2017年類似遺憾 以上的經歷 我不是想說最後的結果是對還是錯 而是想告訴大家 在伊斯坦賢旅行開啟之前 你之前應該做好什麼樣的物質的準備 以及更更重要的是 你要做好什麼樣的一份心理上的 心理防線上的準備 戶外探險的旅行 最難的不是路線有多長 有多麼艱辛 最難的是在你意料不到的危險的情況出現時 如何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如何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那麼這個正確的選擇的決定 並就得益於我們事先對路線做出的 最為悲慌的判斷 在那個判斷基礎上我們做出什麼樣的 心理以及物質上的準備 這是我們戰勝 戰勝困難 轉為為為安的一個法寶 我是一名戶外探險愛好者 同時我也是一名持續的創業者 我目前有兩家公司 一家是傳統的電子線路板公司 另外一家是基於我對戶外探險和戶外攝影的熱愛 成立的親眼戶外運動主線公司 在我看來在城市裡的創業和在戶外的探險 二者之間有高度的契合性 他們都是一次不斷疊代 不斷刷新認知 都是一次像死而生的過程 馬雲說過 創業成功的紀律只有5% 這句話真的是馬雲說的 我聽不聽他說的 也許會更低 那為什麼創業成功紀律 那麼多人還要去穿越 就像戶外探險一樣 那麼危險還有那麼多悲觀的結局 那為什麼還要去穿越呢 還要去探險呢 在家裡出去公調不是很好嗎 我認為戶外探險者跟創業者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永遠都有一個勇敢的心 永遠都有一種自己的心態 當特朗普要制裁華為限制芯片進口和安德系統時 認真非早在20多年前就對這個結果做了最悲觀的預判 並在當時做了自己的準備 所以才有了現在的 心靈芯片和鴻門系統 所以每一個成功的創業者 他們都有對結果有的最悲觀的欲望 但從不因此而畏懼 從不因此而卻步 生與幽謙死與安樂 古代的智 viewers 早就向我們前isten Street 這一集的悲觀主義者 永遠會有一個強烈的慾望歷史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他们不但是活在当下 他们更是活在未来的健身者 所以在我们生命的冒险旅行中 我们要积极乐观的出发 去享受路上的风景 还有那份看风景的兴起 同时我们又要敬畏那个 在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 最糟糕的结果 用一颗勇敢的心 积极的行动 悲观的预判 去迎接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团案 谢谢大家